不知道有沒有人跟我一樣很好奇 放了一個月的珍珠奶茶喝起來是什麼味道 應該沒有人有這種想法吧 到底誰會有這種想法啊 喝下去以後 就一輩子待在馬桶上了 今天我們就要來看食物的極限 如果把珍珠奶茶還有其他很多種食物 放了一個月以後 他們會變成什麼樣的生物 推薦大家在吃飯的時候一起看這部影片 飯一定會變得特別好吃哦 我們現在就來看珍珠奶茶黑化的過程 感覺會吵噶的 會不會我從此不敢喝的珍珠奶茶 哇其實放兩三個小時就已經開始有蟲了耶 哇哇哇不要放那麼近 有點噁心 它起泡 它變多 感覺變大杯 OMG已經放了快三天了 快一百個小時了 上面好多果蠅哦 超可怕的 而且珍珠怎麼變多的感覺啊 Oh no你看它生起來 為何它會生起來啊 所以放越多天 你就有無限量的珍珠奶茶可以喝 你看它又長起來 誒 剛剛是有壁虎爬過去嗎 有壁虎爬過去 吸引一些昆蟲來喝 Oh no 10天了 我無法想像它放到30天後的樣子 好像隔著螢幕都能聞到那個味道 Oh 那個珍珠已經變成巧克力球了 天啊 16天才到一半 OMG 因為我看到那個珍珠奶茶它會這樣 蒸起來降下來 蒸起來降下來嘛 它好像會呼吸一樣耶 它是活的 它是快成金的 它等一下就會變成珍珠奶茶金 OMG 呀 已經有蛆了 呀 它變成昆蟲的家 OMG 天啊 這是一個jumpscare 太近了 超噁心的 哇賽 27天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30天 天啊 啊 30天後的珍珠奶茶 我很愛珍珠奶茶 但是放了30天之後 真的是不行耶 它會呼吸 它是活的 所以珍珠奶茶 放了30天以後 會變活的哦 太可怕了 我們來看下一個 接下來是 草莓大福 滿可愛的哦 圓圓的 有點像牙齒 草莓大福這麼可愛 放了30天 應該也不會可怕到哪去吧 10天呢 還是長這樣 反正草莓大福都白白的 它有發霉 我們也看不出來 它有蛆的話 我們也看不出來 那這樣蠻好的 它沒有什麼變化哦 草莓大福 我們可以知道 它放到第10天到15天左右的時候 還是沒有什麼變化 所以如果你有討厭的人的話 可以放15天之後 然後拿給它吃 哦 已經開始有點發黑了 但是比起珍珠奶茶 我覺得沒有那麼噁心 OK 有一些醜 哇 它的底部 是綠色的 他們怎麼敢碰它啊 好噁哦 它把它剝開來 嗯 剝不開 太硬了 Oh no 超噁的 放了30天之後的大福 這個裡面的草莓 應該是已經變成 草莓妖怪了吧 我們就要挑戰今天的最後一個 拉麵 這個湯湯水水的 放了30天之後 我覺得一定會很噁心 拉麵 哇 耶 它在冒泡 是又煮熟了嗎 兩天之後的拉麵 那個麵已經開始 變成 變成綠色的了 Oh my god 開始長霉菌了 拉麵比較恐怖哦 現在目前還不到10天 這個拉麵已經變成很邪惡了 受到詛咒的拉麵 太噁心的那個蛋 已經完全變透明了 而且它的湯汁 已經完全不見了 Oh my god 有醜 有醜 我看到了 哦 這個真的好噁心 哇 啊 啊 很肥的蟲 很肥的蟲 這個我真的覺得很噁心 這個是 祖傳秘方嗎 這麼黑的醬汁 這個拉麵應該連蟲吃的都會掛掉吧 Oh my god 我實在不敢再看了 Oh 快點結束 整個起起皮疙瘩耶 超可怕的 啊 怎麼有蟲 裡面有那麼多蟲 啊 我剛剛要關掉 看太噁心了 那個拉麵到最後裡面超多隻蟲的 啊 好我們今天看完了 三樣食物放了一個月之後 它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個人覺得 我應該短時間內不想再吃拉麵 但是珍珠奶茶我還是會繼續喝哦 如果你喜歡這系列的話 你還想繼續再挑戰別的食物放30天的樣子的話 可以留言告訴我 然後也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把這支影片分享給你的朋友 他一定沒有看過珍珠奶茶放了30天以後的樣子 那剛剛我們看了珍珠奶茶 大福 跟拉麵 那大家知道咖哩放很久之後會變成什麼嗎 咖哩娘 我是萱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咖哩 咖哩 在這裡 咖哩 感谢观看